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的话我会简单的去介绍一下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的一个传称是北京易规信息技术有新公司 然后我们公司是在2015年成立的 致力于就是超级的研发 我们公司的总部是在北京 然后在南京还有西安 广州都设有研发中心 我们公司虽然在2015年成立 但是我们是在2006年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去开发一个就是大规模的一个实质超级系统 名字叫做SizeOS 它有点像国外的像那个Misworks 还有Qinux这种量级的一个大型实质超级系统 到今天SizeOS已经被广泛应用在非常多的一些行业领域里面了 就包括像电力 轨胶 工业控制等等 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也推出了一个就是MSR TOS 这是一个微型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实质超级系统 它主要是面向于IoT的一个领域 在2011年 2021年我们也会新发布一个叫做 IoTOS的一个智能的一个超级系统 它主要是面向于IoT还有变连计算领域的 这个就是我今天报告的一个就是简介 主要是分为了三个部分 我会介绍我们公司的第一个超级系统就是SizeOS 后面还会介绍MSR TOS 最后的话我会给大家分享就是我们SizeOS的一些最新的一些研发的一些进展 也会放出一些就是我们自身发布的一些就是它的一些图片等等 这个就是SizeOS的一个架构图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架构图密密麻麻的放了非常多的一些功能 这些功能是我们从2006年就已经开始开发了 到今天它就发展成现在这种规模 在最底下的话是各种体系结构的一些支持 在18年的时候我们也就是支持了List5的一个体系结构 然后在硬件体系结构层次上 是一个就是功能比较丰富的一个就是超级系统内核 名字叫做Long Win 它相比传统的一些小的RTOS 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 这个超市用它是支持SMP的 就是SMP多核处理器 同时的话也会支持像NMU Catch以及像动态装载等等一些特性 而在内核之上的话 就包括了Io系统以及网络系统 同时的话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就是 Postas的一个兼容程度 达到了98%以上 也是一个就是这样会非常方便的 去把一些就是开源的 Open Source的一些远件 迁移到我们这个系统上来 然后同时的话 我们也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 第三方的一些中央件 有开源的也有一些商业的 比如我们跟德国的Postasys公司 合作 然后把他们的Postasys的一些 商业的一些中央件 也移植到我们这个系统上来了 需要注意就是我们SysOS的话 它是一个开源的一个消息 然后我们在我们自的一个开源网站上 也去把Sys的一个代码也都放出来了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一个开源社区上 可以下来到就是我们SysOS的一些 全部的一些代码 包括我们也会开放了一些就是BSP 还有一些中间线 SysOS的话它采用GPL协议来去做一个开源 接下来的话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SysOS的一些特点 第一个就是支持SMP多核的一个调度器 多核处理器 然后SysOS的SMP的一个调度器 它有这些特性 第一个就是天生就是一个负载的一个均衡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它任务调度的一个时间 跟负载的一个是没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你负载比较重过 负载比较轻 它的一个调度时间都是一个确定的 它的一个调度算法的一个时间 复杂度是OE 然后呢 它是基于优先级抢占的一个调度 是一个硬实实的一个超市场 同时的话我们也支持了 就是线程信号度的一个调度 可以把线程它绑定在 某些指定的一些CPU核心上 然后从而来去保证 就是线程它运行的一个CAPS的一个热度 从而提到就是这个直性 包括一些确定性 第二个特点就是支持非常丰富的一些提议结构 刚刚也说了就是我们在18年的时候呢 我们去做了ListFive的一个移植 也支持ListFive的一个32位 包括64位 单核跟多核 我们都做了支持 同时的话 我们这个系统呢 它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驱动框架 像简单一些的 像UAC HPI iPhoneC 等等 更复杂一些的像 AHCI 153B BECIO 等等 我们也做了一个支持 同时的话 我们在16年的时候 我们也研发了一个就是 掉电安全的软件系统 它主要面向于一些大容量的一些 传组设备 比如像那个 固态硬盘 或者是 太容量的一些机器营盘等等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它能够做到一个掉电安全 因为在签物室的很多产品里面 它可能都没有 很严格的一些 关机的一些流程 可能突然 把一些电 或者是 按一下电源开关 它可能就关机了 在这种情况下 比较容易造成 就是 电源系统结构的一个损坏 然后呢 我们也是 基于这种 就是 那个需求 我们就 自主研发了一个就是 掉电安全的文件系统 除了这个掉电安全的文件系统之外呢 我们也支持很多的一些 其他的文件系统 就是 面向不同的一个传统介绍 比如说Lenslash 我们也会提供了一个 JAPS的一个porting 还有一些像 那个FAT等等 还有一个就是 它也支持非常丰富的一些GUI 比如需要一个QT 在2012年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把QT 直到那个我们 XOX系统之下 也是当时应该是 全球第四个支持QT的一个 实施操作 然后到今天的话 我们也一个最新的一个QT4 Q5 Q6 到我们的系统上来 同时的话 我们也基于 这个窗口协议来去 来发了 就是窗口管理器 同时的话 我们也针对一些主流的一些 3D的一些GPU 做了一些驱动开发的一些工作 也可以就是运行GPL 欧文区 刚刚说说 SizeOS 它有非常强大的一个网络 这个支持 我们看一下最低下的话 是各种各样的一个网络接口 这个支持 从 使用的一个有线的一个网络 到 万上的一个就是 一个有线的网络 还有一些WiFi 三G四G 包括最新的5G 所以我们也做了个支持 同时的话 它还支持常见的一些新异域 比如说 FU-List F-I-Lab F-I-Lab-U等等 同时的话 我们针对实行一台网 我们也支持了 AF-Packet 就可以通过 就是Sock接口了 能够直接去操作底层的一个 以太网卡来进行一个搜划包 它对上整个提供了标准的 ST-Socket这个接口 在 AI层次上 我们也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一个网络工具 像FTP FTP 还有Terate等等 同时的话 我们也依着 比较多的一些网络的一个中间键 比如像那个webserver等等 这里面去的 我们支持的一些CPU 还有中间键 只是由于板面比较有限了 这里也没有放传 我们支持的一些CPU 还是非常丰富的 包括我们中间键 也是非常纯片的 除了提供操作的一个之外 并且开放开源出来 我们还提供了一个就是 功能非常强大的一个支撑开发环境 开发环境里面就包括了 IDE 还有一个Simulator Simulator是一个仿真工具 可以在没有板卡的一个机会上 我们就能够去 去在电脑 通过我们这个 新闻里面 我们就能够去开发 一些业务上的一些代码 同时的话 我这里可以 说一下就是我们ID的一些功能吧 第一个就是它支持一个 代码覆盖率的一个分析 可以用来分析代码的一些 哪一些分析是没有运行过的 从而可以就是根据这些信息 我们能够做更加纯练的一个 就是覆盖性的一些单元测试 然后同时的话 它也支持时锁检测 时锁了它就是这种问题 经常发生在欠入室的一个运行开发 我们提供了这个时锁检测 这个功能就非常方便的去定位 时锁的一个发生的一些线程 从而很容易去解决 时锁的一些问题 同时的话 它还提供了一些 性能分析的一些工具 包括中段的一些 时长的一个测量 以及静态代码质量的一个分析 在这个ID上 我们还可以一键部署 运行时环境到目标机上 同时还可以去 一键的去调试应用程序 通过以台网或者是串口 我们就能够去调试应用程序 不需要再借助硬件的一些调试器 同时的话 我们还提供了一个系统的一个monitor monitor的话 它用于监控内核的一些 发生的一些事件 以及一些行为 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作为Sci-Fi U40 这个卡牙板的第一批用管 我们拿到了这个卡牙板之后 我们就马上就开始了 就是 操线到ListFive的一个移植 在2018年的6月份 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这个ListFive的一个移植 同时也是支持32位 还有64位 SMP以及MMU 所以我们这个系统就能够应用在 无论是中端还是高端还是低端的MCU 或者ListFive的CPU 我们这个系统它都可以 都可以去运行 我们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就是支持ListFive SMP的一个超过系统 一个实施的超过系统 除了Sci-Fi芯片的一个支持之外 我们跟台湾的精心科技也有合作 就是我们在19年也把我们这个系统移植到那个Andist的AO5的一个处理系上来 我们也移植了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到那个加兰的K210这个芯片上 这个芯片它有比较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有一些AI的一些加速的一个功能 可以在上面实现颜领识别之类的一些AI的一些功能 我们也做了这方面的一些支持 除了就是超过系统移植之外 我们也移植了QT4还有最新的一个QT5到ListFive上 这个就是我们提供的一个Simulator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Simulator 比如说启动这个Simulator之后呢 我们再去启动我们的Sci-Fi芯片 然后再去上面再启动了一些QT的一些应用 这些QT应用呢 它都是通过动态装载的这种方式来加载去运行的 这个是我们现在Sci-Fi芯片的一些客户 主要是覆盖了非常多的一个行业里面了 这个是Sci-FiOS的一些应用领域 像电力 航空航天 轨胶 汽车 电子 还有一些工业自动化等等 可以看一下我们系统的一些应用网 已经成功应用的一些案例 就包括了多数联动的机器人 还有一些互联网 重新卫星 轨胶里面的一个信号控制系统等等 OK 接下来的话我会为大家介绍一个 就是我们在2018年发布的一个IoT潮手 这个MSR TOS呢 它非常有特色 就是它支持多进程 还有动态装载应用程序 它这个特点呢 可以使得应用还有系统能够去分离开发 以及能够做到就是独立的去升级 同时的话它也利用了MNU跟NPU来做到了 就是内核空间的一个保护 以及就是应用程序 它只能够通过Sense Core 来访问内核的一些资源 从而使得内核非常安全 就是所以呢就是我们同时的话 它这个系统呢 它非常小 它可以运行在 它主要面向于那些MNU 可能就只有GCK Flash的一些MNU 这个是MSR TOS的一个框架架构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 这个系统跟传统的R TOS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 就是它区分的就是内核空间跟用核空间 在内核空间里面的话 就是一些常规的一些 R TOS的一些功能了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进程的一个支持 以及loader 动态妆碍器的一个支持 在内核空间之上呢 就是用核空间 在用核空间的话 我们可以运行 我们这个系统可以运行多个进程 每个进程呢 它都有自独立的一个内存堆 也就是说这个进程 它的一个内存泄漏 或者它的一些内存的一些问题 它其实都不会影响到别的进程 更加也不会影响到内核 第一个特点就是多进程 刚刚也说了 就是我们这个小型的R TOS 它支持一个多进程 进程工作在CPU的一个用户模式 通过Sense Core来访问内核的一些资源 同时我们用MPU或者MMU来实现了进程地质空间的一个隔离 第二个特点就是直接动态装载 动态装载的话 它可以允许驱动还有应用 它去分离开发 应用跟系统呢 能够独立去升级 同时的话 我们这个应用的话 它是运行在Flash内部的 它并不是动态装载到外部的一个LAM里面去运行 所以它非常节约就是内存 它是用XIP的这种模式来去运行的 非常节约内存 同时的话运行速度呢 也比转载到LAM里面跑要快 第三个特点就是它非常安全 因为进程呢 它是工作在CPU的一个用户模式的 并且它是通过Sense Core来去访问那个资源 从我们就能够在Sense Core的一个代码里面呢 我们就能够做非常多的一些参数的一些检查 避免就是用物态的一些代码 就是破坏内核的一些内存 或者说是去恶意的去破坏内核 同时的话我们用MNU跟MPU来实现了 进程地质空间的一个隔离 以及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就是 调电安全的管制系统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消息 它纯面接管的CPU的一个异常 同时也支持CPU异常的一些自定义处理 同时呢我们这个系统呢 还带有一个就是健康监控 可以用来去检测系统的一个健康 包括应用的健康等等 第四个特点就是它非常小 它采用模块化的设计 并且高度可产检 标准配置的话 它占用Flash的话 大概是在50KB左右 RAM大概是35KB 然后最小的一个配置的话 Flash占用指线号8KB RAM指线号4KB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实时的超过系统 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只是基于优先级抢占的一个调度 调度算法呢它也是一个时间复杂度呢 也是OE的 所以调度时间是确定的 也支持同优先级的一个线程 同优先级的话 它们会使用就是先变转转或者是先来先服务的一个调度策略 同时的话我们的物质量呢也是支持优先级继承来去避免优先级翻转的这种情况 还有一个就是它支持快速的一个进程切换 我们如果了解的意思的话 应该都清楚就是进程切换的时候 需要做TLP的一些无效啊 或者catch的一些无效的 我们这个MSRTOS的话 它可以做到就是非常进程切换非常快速 它不需要去无效TLP 也不需要一些无效catch 同时的话它有非常高的一个运行性能 以及功能也是非常强大的 支持非常丰富的一些进程间 包括进程间通信的一些知识 像信号量 物质量 消息对列 条件变量 系线标志组 共享类传 管道等等 支持动态装载 还有多进程 还有一些像其他的一些IO系统啊 网络系统等等 以及有非常丰富的一个设备驱动框架 像Ruax SPI iPhone C GPIO等等 我们都做了一个驱动框架 同时的话 同时的话它因为主要面向IoT的一些设备吧 所以我们在低功耗方面呢 也做了非常多的一个工作 它第一个特点是支持Ticklist 可以减少Ticket的一个中断 同时的话它带有一个电源管理的一个框架 CPU可以去根据负载的一个情况来做一个频率调整 来去降低这个功耗 同时的话也支持CPU深度睡眠 以及设备也可以做一个睡眠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对开发者来是非常友好的 第一个就是它有非常简单易用的一个API 非常丰富并且详尽的一个开发文档 还有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IDE 这个是它的一个效命令行 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一些效命令 能够去查看系统的一些运行状态 这个是内核的一个视线monitor 还有一个行为的一个分析 它也支持APP的一个调试 包括线程感知 这个是它的一个就是代码复合率分析的一个功能 还有一个就是它也支持 就是崩溃现场的一个分析 就一个APP它如果代码有问题 它崩掉了对吧 它会输出它的一个调容站 包括它的一个集合器信息 然后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崩溃现场保存到一个log文件 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分析的这个脚本 通过非常直观的一个方式 展示出来一个崩溃现场 它的一个调容站 以及出错的一个原因 同时的话它还支持静态的一个 对站重量的一个分析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门函数 这里有一个现场 我们在编译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每一个函数 它对对对站的一个消耗 同时的话它也有非常完整的一个锡库的一个支持 以及世界家论态的一个支持 我们现在呢正在做的一个就是工作 就是把我们这个MSR TOS 移植到List5的一个处理器上 我们这里我们目前用的两个开发板 是GD32的一个List5的一个小板子 这个价格也是非常低廉的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自动化测试工具 它可以去对这个芯片进行一个 flaps的一个骚写 包括也可以在这个工具里面去 接入到这个超市的一个shell 来去查看系统的一个信息等等 这里列举了MSR TOS 它非常适合的一些应用的一些领域 现在我们这个系统已经在电力这个行业里面 取得了非常成功的一些应用案例了 像智能电表 智能开关 还有那个FTU设备等等 同时的话我们也在推进在轨胶 还有那个汽车电子这方面的应用 在前面的话我介绍都是传统的一些实时超市 或者IoT超市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会为大家介绍一个 就是下一代的一个智能超市 在过去的话是PC期代 还有那个移动物流管时代 到今天5G的一个普及以及万物物联时代的一个到来 那么必然会产生一个新的一个超市 然后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 就去做了这方面的一个思考 然后呢也会也在去秘密的去研发了一个 就是边缘计算的一个智能超市 它就是爱着OS 中文名叫做爱智超市 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架构图 它是下一代的一个智能的一个超市 它主要是面向IoT还有边缘计算领域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最底下的话是SizeOS这个类合 上层的话才是爱着OS的一个超市 它跟爱着OS跟SizeOS的一个区合的一个关系 有点像Linus跟Android的一个关系 我们这个爱着OS的话 它是基于SizeOS这个类合的 它包含了应用框架 还有流媒体框架 AI框架 以及IoT设备框架等等 同时的话也包含了十几项的一个系统服务 它给上层提供了一个就是运行的 给上层的APP提供了一个就是运行的一个框架 然后上层的一个应用 它采用的是JavaScript 或者一个TapScript的一个开发语言 在未来的话我们也会把爱着OS给开源出来 这个我们也正在跟CCDN还有那个木栏社区来做这方面的一个沟通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幅图可以去非常直观的去感受爱着OS的 它在边缘计算中的一个位置 爱着OS的话它运行在中间的这个有点像无线路由器的一个机器上 只是这个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无线路由器 它只是一个边缘计计计 这个边缘计计计计计划它运行的是爱着OS 然后这个边缘计计计计计划它有非常丰富的一些无线的一些接入能力 它除了WiFi Wi-Fi支持之外 它还支持像Lola这个币 还有有线 所以很多的一些IoT设备的一些节点 它就能够去通过无线 能够去接用到这台编程机上 而这台编程机上 它运行的是Edge OS 这个Edge OS的话 它是可以去安装很多的一些应用程序的 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应用程序的商店 这边的话是一些客户端 我们可以采用手机 也可以采用Pad 也可以采用智能电视等等 我们可以通过 如果在本地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Wi-Fi 我们就能够去访问Edge OS的一个系统 如果我们在外面的话 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Edge OS 来去远程访问 我们在家里或者在公司 或者在一个远区里面的一个就是 边编机 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年第一季度 我们会正式发布的一个边编机 叫Speed E 它采用的是一个非常高性能的一个CPU 同时的话 它也用了一个工业机的一个设计 同时也支持像Wi-Fi 来罗拉这个B的一些无线的节目 这里列举了一些就是 Edge OS 它非常适合的一些应用的一些场景吧 第一个就是智能汽车里面的 像智能座窗 还有智能园区 智慧城市 智能制造 还有智能家居等等 比如说在智能家庭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有一个就是 我们的Split E的一个边编机 它就可以把家里的像小米的一个智能开关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智能电话包 或者我们的热水器 它都去做了一个管理 我们的话在家里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 我们就能够去对他们进行一个控制 就算我们离开了一个 离开了我们家里 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云 来去访问这台智能机 从而去控制家里的一些家电 这里的话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 Edge OS的一些就是截图吧 我们也会在农历年后来正式发布这个超秀 这个是它的一个桌面 其实它虽然我们是在手机上做了一个截图 但是这个系统呢 其实并不是运行在手机上的 它是通过无线 或者是在外地 我们通过移动信号来去访问的这台边缘计计计计 这里的话就是 展示 通过这个桌面展示出来 这个边缘计计计计上 它安装的一些应用程序 可以更换币级 这里还有一个就是一个 AI上的头的demo 其实我们的一个边缘计计 它只是 我们在家里放了一个我们的一个变化晶能机 然后我们再安装一个智能设计的应用 这样的话我们在外地 我们就能够查看家里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家里的一些 做一些智能的一些文静 就是人脸识别的一个文静 我们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打造 这里的是我们系统运行起来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解脱 这里有一些信息 可以统计每个APP 它的一个对CPU对内存 对电能的一些消耗的一个情况 一些通知的一些信息 查看当前正在有哪一些应用在运行 以及每个应用的一些存储的一些空间的消耗 因为这台边缘计计计计的话 它本身它其实也具备就是无线路由器的一个功能 所以这里但是一个无线路由器 它在我们这个边缘计计计计计上 它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APP 就有点像我们的智能手机里面 我们的一个电话也是成了一个APP一样 这里可以去扫描一些设备 就是IoT设备 它可以去扫描WiFi的 也可以扫描这个Bit的 也可以扫描Wala的一些设备 然后完成一个设备的添加 之后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添加了一个IoT Pi的设备 这个就是我们的IoT Pi 然后它具备灯光控制的一个功能 而在我们手机里面的话 我们也写了一个IoT Pi的应用 这样的话就是说 我们能够去控制 通过我们这个IoT OS 能够去控制别的一个IoT设备 这里是一些系统的一个设计 设计包括升级 传线影视 还有一些语言跟时区等等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IoT Pi 就是利用一个商店可以去 后面开 我们正式发布这个事情 说开发者能够去提交一个应用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发 去给开发者能够有更多的一些 就是开发者能够去把它的应用 发布到我们这个应用商店里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IoT OS 的一个就是对开发者方面的一些 第一个就是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一个就是开发文档 这个大家后面可以通过这个IoT OS 来去访问到我们IoT OS的一个开发文档 这里有一个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IoT OS的一个AVP这个例子 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非常通过 通过JoT OS的语言能够很快速地去 能够去编写一个IoT OS的一个应用 IoT OS还有Spin1的它会在 2011的一个QE来去做一个正式发布 然后在2021的话我们也会启动IoT OS到 好, let's fire it get easy OK, that's all. Thank you Any questions? Yeah I think we can proceed to the next talk. Thank you. OK,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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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